乔丹六次总决赛六个总冠军六个FMVP五个常规赛MVP 说句实在的唯一遗憾的就是每六个MVP 这多少都有点美中不足之处 九七赛季乔丹可以说是带队联盟69胜联盟第一 而且场均拿到了29.6分成为了得分王 带队第一 而且是得分王为何MVP不给乔丹呢 MVP其实不一定是表现最出色的球员 在MVP前五哪一个都是应该可以获得MVP的 这个票选也是媒体和记者一念之间 而FMVP基本上才是总决赛对内攻防两端表现最出色的球员 所以个人觉得FMVP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比MVP罕金量差 要不是联盟教练和媒体都认为MVP给乔丹有些无聊 得给这些家伙来点动力 在公牛91年之后的六个完整赛季MVP都给乔丹是没问题的 这不是很奇怪 当时的乔丹前期打球比较独特引来了不少的非议 而乔丹的特点就是越往后赛季打得越精彩 含金量更高的其实是获得了总冠军同时还是FMVP 多兰特2012年也还不是这个样子 雷霆战绩多兰特的数据都好过这伙和詹姆斯 最后呢詹姆斯是MVP 知道为什么现在马龙抢了乔丹的MVP声音越来越多了吗 最根本原因就是詹姆斯很可能收下今年的MVP 从而在MVP总数上追平乔丹 从此乔丹在个人最大的荣誉MVP上 对詹姆斯的优势将荡然无存 这才是根本原因 也不是故意针对是要跟自己比较 这两次失守的MVP确实是差了点 69胜对比72胜这个无话可说了吧 93年对比太阳的进步乔丹也是无话可说的 毕竟MVP不单指个人的实力要到位 球队的整体战绩也是其中的一个考虑因素 弱队或者中游球队突然拔尖 的确会让裁判有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批捧廉价合同同出的心经空间 使公牛的阵容优势远超同期对手 没有乔丹的公牛都能够55胜 差一场进冬绝 没有马龙的爵士 没有米勒的步行者 竞技后赛都难 阵容优势太大 所以MVP给乔丹也有争议 就像四星勇士 年年战绩傲人 但很难垄断MVP 因为你阵容优势比同期对手过于占优 那一年给了乔丹 现在我们就遗憾马龙了 为了得分和球队的战绩略逊一点 其他的篮板助攻命中率等等数据都更好 本来可以70胜的最后一场碰上了纽约 故意为之 为了第二轮避开纽约 让了一场 那场我没记错的话还是红牛主场 游鹰表现神荣 忘了 Espian还是卫视的体育台来着 25加年球零 NBA球迷流 97年和98年 这两人给谁都行 只不过97年给了马龙 乔丹在总决赛打了一众媒体的脸 证明了他才是MVP 98年马龙也有机会跟乔丹一样打大家的脸 可惜不争气啊 让大家觉得MVP给乔丹是合理的 客观公正的说 乔丹有场均20加6加6的皮鹏辅佐 现在看场均20分不算什么 可是在那个年代可不一样 而且还是那时候的防守一阵球员 队内还有罗德曼可以说是 三驾马车各司起直 并驾齐去 都是巨头 相比之下 爵士纸面实力就有相差 MVP给马龙一点毛病都没有 马龙 巴克利这两个人 MVP的赛季乔丹都是总冠军和FMVP 常规赛无论是数据还是战绩都不存在超过乔丹 媒体就是四个字 审美疲劳 不然乔丹就是七个常规赛的MVP 六个总决赛FMVP 马龙的数据一点也不比乔丹差 除了抢弹差0.3得分差2 篮板助攻盖茂命中率全面胜出 数据对比又不只是比得分 否则哈登为什么输字母 至于球队成绩你们是不是领会错了 MVP不是凭球队成绩多少 而是评估对于优秀的球队成绩 这个球星的贡献值多少 乔丹很伟大 贡献很高 那是当然的 马龙带着托尼克顿和霍纳赛克的爵士队 阵容明显比公牛黯淡一截 打到队史最佳64胜 打到阶线